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帶給大家夜鳴波奇藏35 生霞2 蝴蝶7 非獵手1 曹西7 明朝一條龍1.0全收集 任務生霞奇藏香 寶箱非獵手曹之一件系生蝶蝴蝶 好那 這一批我們來到夜鳴波 旁邊這個中蘇姓標啊 到這裡之後把視角轉到我們的 東 東方向 東方向地圖右邊這裡我們直接飛到前方那個石頭上 樹中間這個石頭 好飛到這 飛這個石頭上然後再往前走兩步地圖開 這邊這裡有一個樸樹奇藏香 給他撿起來開始啟用 撿起來這個奇藏香然後再往西南方向地圖左愛角這邊那個房子這裡 這裡趴上來 這邊有兩個人在對話啊聽他們說下話 好的那這邊我們這個直接敲過對話之後再往南方向地圖下方這個房子頂上啊 那這裡有一個調查點位 這邊點擊調查能出現一個 輔數奇藏香啊拿到 拿到之後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是一個 打靶的 打靶的 挑戰 好打完之後我們拿到這一個 用的彈球 西準 西準奇藏香啊 拿完之後我們再往我們的 南方向啊 地圖下方 這裡是潮汐之宜 好我們來把怪清一下 好那我們清完怪之後來 拿到這一個 潮汐之宜的獎勵 好然後之外的收穫 拿完這個獎勵之後我們再往我們的 東方向偏北一點 地圖的右邊偏上 這邊往來跳 好然後繼續往下跳 好跳下來能在前方那個路上看到這裡有一個細聲碟 來摸一下 跟著他走 好那這邊他到位之後 到位之後然後在旁邊這裡有幾個箱子啊 把這幾個箱子給他打了 這裡有一個 樸素奇藏香 景其用 拿到之後我們再看到我們的 東方向 東北方向啊 地圖右上角這邊 跳下來這裡 有一個 犀牲爹 摸一下 跟著走 好 我直接給他送的位 好到位拿到獎勵 拿到獎勵之後我們再要回頭 東方向的地圖片跳下來 這裡是三個這個柱子啊 三個柱子給他砍一下 好的 好的三個柱子砍掉了這個基準奇藏香 拿到打有機會排場用場 拿到之後在我們旁邊這裡有個哨塔 爬上這個哨塔 爬上哨塔頂部有一個 樸素奇藏香 撿起來 撿起來我們再看到我們的南方向地圖下方 在對面有一個精密奇藏香 這個靠近之後會出怪 誒 誒 好靠近之後摸一下再出怪啊 好我們來把怪清一下 好清了怪來開啟著一個精密奇藏香 拿到之後我們再往東南方向 地圖右下角這邊往下走 好下面這裡 又是一個潮汐之儀 跳下來 好來打一下這兩隻怪 我到切換怪來拿到獎勵 有機會排場用場 拿到這個獎勵之後我們再 繼續往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這邊 對面那個 山坡上啊 山坡上走 路上如果你遇到 遇到你沒打過的怪 有傷害你記得自己的收集啊 好上來在這邊這裡有一個 樸素奇藏家 毫勞之外的手 撿起來之後往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跳起來 這裡 下來之後 然後又是一個 潮汐之儀 好來清一下 好的我們清完怪前方這個 獎勵拿一下 起用 拿到獎勵之後我們在巴斯要轉到我們的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裡飛到對面 對面這裡還有一個 潮汐之儀 好來清一下 清掉怪來 拿到獎勵 有機會排場用場 拿到獎勵之後 我們再 看到我們剛才那個任務啊 剛才接的那個叫 銀地突襲 這樣一個任務啊 這個任務他讓我們等到 中午12點 調整一下時間 好調整過來的時間 再打開地圖 我們回到 雁明坡的這個中速性標 好然後再繼續去 這個任務地點 好的那現在的話我們要去這個 信標旁邊啊直接傳送就行了 來觸發一下 好的那現在我們再往這個 西南方向地圖左邊角這邊樓梯這裡走 走過來上樓梯 上樓梯走手邊這邊有一個 布竿的隊員對話 好對話完之後在我們旁邊啊這邊 西南方向地圖左邊角這裡有幾個箱子啊 應該打了 打了裡面是一個 朴素奇藏巷 撿起來 抽勞就位 我們撿起來再上樓梯 為你 上樓梯這邊的怪啊 這邊的怪要 記得清一下這個營地所有的怪都要清一下 我們先去救人質吧 先去救人質啊 往這個 這是什麼地方 樓梯走上來啊 樓梯走上來這是一個電池 把這些電池給它塞進去 塞進去啊然後把裡面人質救一下 好這裡會出怪 好那這裡出怪我們把怪清一下 好那這兩隻怪清掉之後我們再看到我們的 西南方向地圖左邊角房子的背後 這個房子背後繞過來 這裡有幾個箱子 把這幾個箱子打了 好這邊是一個 樸素奇藏巷撿起來的請用 這個撿起來之後我們再往最後一個 這個什麼 解救人質的地方啊 這邊走過來 好 都它背後這邊又是一個電池 把這個電池撿起來給它塞進去 好這幾隻怪也要給它打了 好這邊怪打了之後我們再往南方向就下方這邊走過來 這裡 會出 12隻怪啊把這幾隻怪全都給它清掉啊 好那這裡的怪打了之後在我們的 前方這裡有個哨塔 東南方向地圖右下角這邊有個哨塔 哨塔的 頂部啊爬上去 這裡是一個基準 起藏箱 起用 拿到之後我們再把資料轉到我們的 西北方向地圖左三角這邊飛過去 全方是一個 潮汐之一 好這裡來清下怪 好清了怪之後過來拿到獎勵 酬勞之外的收穫 獎勵拿到之後我們再回頭往東方向地圖右邊 這邊過去 這個前方的房頂上啊 左手邊這個房頂上 這裡是一個 普速騎藏箱 拿到它 好拿到它之後在我們的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 這裡有一個 標把 打把的挑戰 我們來打一下 好打了之後出現一個 基準騎藏箱 拿到打 酬勞將 拿到之後我們再往我們的 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這邊 那個樓梯的底部啊 跳下來 跳到樓梯底部 這邊有幾個箱子 把這幾個箱子給他打了 背後是一個 普通騎藏箱 拿到它 拿到之後我們再往我們的 東北方向地圖右上角這邊走過來 這裡是個精密騎藏箱 旁邊 這個紅色的啊 清乳 那這裡 往上連 這裡 綠色的往下連 紅色的再這樣連過來 好這個 解密之後再看到我們的 西北方向地圖左上角這邊這個房子的旁邊 好在這邊這裡 這個綠色的 綠色的往下連 藍色的往上連 然後紅色的往右邊 轉過來 好的 這樣寶箱就解鎖了 我們來拿到這個 洗藏箱 拿到之後我們再 為你 回到任務地點 把這些怪啊 把這些怪給他通通清掉 好清了怪之後 讓我們去找這個 存刃對話 那我們 在這邊這個營地啊 這個廣場這裡 我們在 站在存 存刃這裡 往我們的東北方向 敵圖一上角這邊走進來 走進來這邊這幾個箱子的背後 是一個 樸素起藏箱 會開箱用場 拿到之後我們再去找 存刃 找他對話 好對話完之後這邊會出現一個 灰光 起藏箱 不盡其用 拿到他 拿到他之後我們再往西南方向 敵圖左下角這邊走出來 走出來往我們左手邊看 好這裡是一個 犀牲 金蝶 就在房子旁邊那個樹莊上啊 跟著他走 好這裡到位之後再往南方向敵圖下方 這邊對面有一個陰杖一 挑戰 陰杖一的挑戰 打怪的 或者來 打一下 好挑戰達成之後這邊出現一個 親密奇藏箱給他撿到 有機會派向用場 拿起來然後往西方向 跌出左邊 這邊我們走到雪下邊 跳下去 跳下去啊 然後在我們腳底下這邊有一個石頭 過來把這個石頭給他打了 打的是一個 普速奇藏箱 減減套牢之外的收穫 好那撿起來這個奇藏箱 我們這一批就 拿這麼多 然後我們就下一批再見啊